坐了四五十个小子的车来到了小型安宁 现在是凌晨两点多 出发 三点十一分 在那个山的最里面那个山二里 路很高重 是的 这个手机也没信号了 你走森林 森祖祖啊 我走 小明不远万里的来到了小新阿里 就只为了这一个比喻 现在小明在这个墓儿的地里 今天其实小明是三点钟 就跟这个农夫 这个叫什么 菊农 对对对 菊农一起来到了地里 可是这个可能太困了 然后我在地里就在这个 这个袋子上 我睡着了 没想到是我一睡觉 都睡到这个菊农都下班了 小小这个墓儿叫什么品种 这个是林下墓儿 林下墓儿 林下墓儿 这是森林下边摆的墓 它这里哈 这地里位置 地里位置环境是比较特殊的 它特殊到哪里 三点钟 三点钟这里天都亮了 然后要等到晚上八点 八点钟左右 这个天才黑 这个日照时间非常的长 像正常来说的话 一般是亮的早的地方 它黑的也早 但是它这里是黑的 亮的早 它黑的也晚 就这种 我其实 这个东北这边哈 我其实前几年就来了 来了的话 我看见很多地方它种植木耳了 它是直接在棚里种植的 你们为什么不在棚里要摆在地上种来 因为大地的这个木耳呢 它的口感偏软糯Q弹一些 它的口感呢 更接近于野生木耳颜色和口感 我们现在这不知道砍伐了吗 没有野生木耳 而且一春的木耳有名的 就是因为这个大地木耳有名的 大地木耳 我们看一下这个亮晒的 亮晒的 这个是今天早上刚才这下来的 刚才晒的 在这个架子上边亮晒 然后我们呢 是自然风干的 就是这样子就感觉挺口坦的 是啊 就是口感好嘛 口感好 这个可以尝一下吗 可以的可以的 我尝一下 它这个是刚才在下的木耳 我看着它木耳啊 它是比较厚实 比较抠的 直接拿到手上 就能感觉到它是比较弹 比较弹的 不像我们试吧 清脆 抠弹 还不错啊 这个 虽然说就没有调料 但是给人尝出这个 菌味 对 这都是今天 这今天才 新年才在的 哎呀 我今天是起了个大早 赶了个晚级 真的 开始这里很多人啊 就是很多就是菌龙啊 在这里收木耳了 哎呀 结果我躺在那里 一躺就睡着了 而且一睡啊 就睡到他们下班了 嗯 太累了 嗯 这边全部是木耳地 这个木耳啊 刚才工人采摘完了之后 然后就在这个地旁边哈 就开始晾晒了哈 它这个晾晒的话 需要多少时间啊 在这个 嗯 一星期左右 一星期左右 但是如果天气不好的话 还要往后延 还要往后延 嗯 靠天吃饭 靠天吃饭 是是是 那呢就是 咱就只是给它晒干了 直晒干 啊 咱还需要经过四遍的这个挑选 啊 还要经过四遍的挑选 人工挑选 咱这个挑选是很严格的 很严格 就是 发给大家呢 都是好木耳 它是日 日绕时间长 嗯 早晚温差吧 温差大 嗯 就包括 现在 最低温度达到这个 950 然后最高温度 2780 我给大家看一下 其实我这个 嗯 这是一件羽绒服啊 从今天出来就开始穿 早上真的很冷啊 就穿着这个羽绒服就很冷 现在啊 是中午 我看一下 现在中午几点钟了 我才把这个 现在中午11点51啊 11点51 啊 刚刚我才把这个 袖子给拉 拉上了 它这个风吹的都是凉的 是是是 像我们这个地方呢 是很原始的一个种植方式 就是很嫩的一个种植方式 拖拉机 浇水 而且呢 就是用的还是这种架子 用这架子 这都是木头 这都是人工一点点定的 嗯 那我问一下你啊 它这个 你们这个 就是晾晒呀 都为什么 就是自然晾晒 直接面对太阳不是更好吗 它为什么还搭个棚来 会下雨 哦会下雨是吧 这个预防下雨是吧 对 下单是网 是通风 通风 上边呢 就是防止下雨 没有人带你来 你是不是都找不到这个 找不到 这是 真的是大厦 深处了 这里面真的是 不过这里环境非常好啊 是 环境会找 是 嗯 好 你看我们这个 自己的草 你看这一串 那你们这个地里的草 你是没有打过农药之类的吗 没有没有 要是打的话 都不能长成这个样子 刚开始的时候 我还耗草了 不来了 耗不过来了 大山 大山里面的草 基本上 你不通过药物处理的话 是吧 你很难把拔干净 那边还好一点 嗯 然后这边就不行 这边靠近山的嘛 靠近山边上的了 啊 拖得不行的 现在 小草带我们去看一下这个水哈 他们这个木耳喝的水 三权水 三权水 你们喝的水是从哪里来的 我们喝的这个三权水呀 嗯 你们喝的也是这个水 是 嗯 我们那个日常饮用水 哎呀 小心点啊 好好 我给大家说一下 这里是一点信号都没有啊 真的 来给大家看一下 我两个手机啊 我直接近一点给大家看一下 看见没有 现在是十一点五十四 看见这里没有 这个脚上我大众的这里 没有信号 我还有个手机 啊 反正联通移动啊 呃电信的 这个我都有 这个我都有啊 看一下这个 是不是 一点信号都没有 没有信号啊 这就是我们 灌木耳的水 灌木耳的水啊 这个是 这个好清澈啊 是啊 就直接喝的 你看到没 我喝一口这个水啊 好冰啊 有点清甜 对对对 咱们你们这里是 不管是末日喝的水还是人喝的水 都是这个水是吧 是啊 这个水很好喝的 哦 这个拖垃圾 拖垃圾是出水吗 我看一下 你这接的管子啊 哇 你这把水给它吸出来呀 吸出来 哦 就是拖垃圾 这个木耳种植的话 它这个用水量大吗 大呀 呃 用水量大 啊 它一天要浇几次水啊 这种 抗温度 抗温度 是 对 说白了 就是温度低的话 每天就适量浇一下就行 然后温度高的话 就 基本 基本下就是浇一天 基本上浇一天 是 嗯 给的这个 环境啊 确实舒服啊 又凉爽 空气也好啊 在这种环境 生长的木耳 这个品质这些啊 都是非常好的 拖垃圾 蹦蹦蹦蹦的响 你们这边是不同店吗 没有店 没有店 嗯 信号 而且 就是原家一点信号都没有的 现在就是局部有信号 局部有信号 在屋里一点信号都没有 我过来 我问你从早上 我从早上 三点钟左右到达这里 到达这里到现在 我手机是 一个字都没有弹的 没有信号 一点信号都没有啊 是啊 哎呀 你这个信号还要去找是吧 他拿着手机到那里去找一下吧 对对对对 小心安宁 大山深处 种了木耳 早上我们就是从这条路过来的哈 看这个完全是这个泥地哈 这是天气晴天还好 这个下一天的话 我估计这个路的话 不太好开车啊 这个路 而且这条路的尽头 就只有一户人家 啊 在那边就已经没有路了哈 看见没有 这就是四面环商 真的小明今天啊 有点对不起大家 我想给大家拍这个木耳 踩在这下 真的是起了个大早 感到个晚级 但小明拍了一段哈 一段早上起来拍了一段 我人有点扛不住了 然后我就找个地方 我自己躺在那里睡觉了 那么这个三轮车是去拉什么啊 拉那个木耳 拉木耳 干的木耳是吧 对 嗯 干的木耳 就拉拉拉去这个是挑选带装 是这样子吗 对 嗯 我去看一下那个那个木耳 穿着脖子 还是装着脖子 那个那个袋子里面装的就是干的的是吧 对干木耳装到大袋子里 这个一带有多重呢 50来斤 50来斤啊 啊 这么大一袋才50来斤吧 是干木耳的不压正的 这个好像你看这个袋的话都差不多是多大一袋一袋的 小小小 你们是长期待在这个山里面会不会感觉枯燥啊 刚开始的时候真的是待不下去 待不下去啊 嗯 现在习惯了 习惯了 嗯 在这边待几年呐你在这边 三年呐 嗯 嗯 就从自驾游就是改行了之后就回来一直待在大厂里面 对啊 嗯 都种这个木耳确实也挺不容易的 这是在翻木耳 哎 师傅 你知道木耳一天要翻几次啊 这个 每天都都得翻吗 翻四次啊 现在这个木耳啊都已经就晾晒干了 他们都是完完全全的这个是自然晾晒干的哈 对晾晒干了就进行这个收集起来 拉出山里面 进行这个挑船 然后装袋哈 然后就直接到你们手中了哈 看这动物呢确实也挺辛苦的 看孩子这些都在地里面的哈 小明这次不远万里来到小新安里啊 坐了46个多小时的火车 再加上汽车中转 嗯 然后带到大新安宁的这个大山深处 这一趟行程的话 啊足足的是跑在路上跑了三天多哈 就只为了这一个瓶哈 啊小明希望就是把这个真正好的东西分享给大家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木耳了哈 这是带过这个木耳 这就这是这是干木耳了哈 然后这一盆哈 这一盆就是这个泡好的木耳 我给大家捧出来看一下啊 来 就是就是这样子的哈 啊 现在带大家来的是挑选的最后的工具 包括后面的这个打包哈 发 然后就发到里面手上了 我看见五百三十二克三十克三十二克 对这个是一斤的含量 要除掉这个带着是吧 是的都是净含量的 嗯 再看一下 在这后面哈 这里哈 就是最后一道工具了哈 然后 然後撐住打包好就發到你們手上了 這是挑選的最後一道工序 就是來這裡之前 就是在另外一個地方還需要三道的 自己挑選還需要三道的挑選 現在大家看一下這邊是在打包 用這個紙箱打包 現在正在打包的就是 Window 4 現在又來到了一塊木耳地 小心安嶺大山深處種的木耳 給大家看一看 這邊是採摘完的 這邊是還沒有採摘採摘的 從種植到採摘到釀塞都是在這個地裡完成的 然後看到沒有那個棚哈 這裡有挺多這種棚的釀塞的 都是自然釀塞乾的 喜歡吃木耳的可以拍兩斤回去嘗一嘗 在我的視頻下方或者櫥窗裡都是可以直接拍的 然後這個木耳不管是送親人送父母送長輩 還是新門好友都是很好的一個選擇哈 一個木耳 這裡的交通極度不便 小明來到這裡就坐了幾天的這個火車 46個小時 到達這裡 到了這邊還有還要坐這個 汽車中轉 中轉又是一個多小時 還在還沒有到這裡 還還走那個崎嶇的山路哈 像那洋長小的全是土路全是爛路 小明在這裡直播了兩天哈 還有很多就是沒有就是看直播哈 或者是沒有時間看直播的 給大家就是拍一個視頻哈 在這個視頻下下方的鏈接 或是在小明的櫥窗裡哈 主頁的櫥窗裡你都可以拍的哈 這這也是相當於說這是小明的這個 在地裡的最後一個視頻了哈 然後小明明天就要離開這裡了哈 給大家看一下這就是這個 木耳地哈 他們這裡的這個長年的溫差大哈 早晚的溫差也很大 就是早上的話得穿羽绒服 晚上在這個大夏天也得穿羽绒服 而且他們這裡這個氣候啊 氣候環境也比較獨特 早上三點鐘天就亮了 晚上要八點鐘左右天整黑 這麼獨特的氣候環境下生長的木耳哈 而且都是這不是大棚木耳 這是在放在地上自然生長的木耳哈 大家沒有拍的可以點進視頻下方的小房車 或者是小明主頁的櫥窗哈 主頁的櫥窗都是可以購買的哈 看一下這木耳哈 這個木耳沒有任何的尊重劑哈 沒有防腐劑沒有添加劑哈 沒有科具也很合 大家可以放輕的去拍哈 下方小房車都可以拍哈 還有點進這個小明主頁的櫥窗也可以拍的 嗯好了朋友們 視頻就到這裡了哈 我是小明 謝謝大家 感謝支持